早 早 早 屏東縣長周春銘化身交通導護志工 帶領小朋友穿越斑馬線 周春銘表示 縣府響應交通安全樂 在校園強化人本交通停讓文化理念 宣導車輛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觀念 期待透過教育與宣導 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識 車輛慢看停行車安全行 我今天來到赫申國校 赫申國校有1200個小朋友 我們主要是要來跟小朋友分享 現在我們的行人的交通安全 當然小朋友現在都不會開車騎車 我們也期待小朋友回去 跟阿公阿嬤爸爸媽媽講 現在我們所有的交通安全上面 我們最要尊重的就是行人 因為他走在路上 我們需要讓他先通過 也需要能夠維護他的安全 所以大家提醒小朋友 在經過路口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讓行人通行 今天縣長來分享友善校園跟交通安全 要注意紅綠燈 還有注意有沒有來車 除了宣導交安觀念 周春明也前往視察 學校新鋪設完成的跑道 並利用學校集會 宣導友善校園觀念 除提醒學生 校園詐騙防治 也宣導對抗霸凌 防治藥物濫用 以及尊重身心障礙者 希望大家共同營造安全友善的學習環境 縣長要拜託大家 我們自己要玄慧之中別人 然後不要去霸凌 好不好 好 有聽懂的舉手 主要提示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還有不要看別人的膚色 不要承贏網路 然後相信那些騙局 校園詐騙防治 你快樂 和民安 透過宣導也希望學童能跟家人 分享反詐及交通安全觀念 周春明表示 縣府為了提升屏東縣交通環境安全 以全面盤點各處譯照市路口 詳細分析交通事故成因 再設法以有效可行的方式 來導正民眾用路習慣 提升人車安全 此外也提案爭取補助 改善校園周邊及行車安全道路計畫 打造更安全的通學環境 記者張如玲 劉建榮採訪報導